做艺人日夜颠倒而且总是要化妆 真是很佩服他们的皮肤依然可以保持得这么好 就好像台湾艺人郑元昌 这天他去到上海出席一个护肤品牌的活动 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护肤心得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注重清洁的 所以洗脸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在保养自己的皮肤的同时呢 其实地球也很需要大家的保养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从种树 我觉得算是一个开始吧 其实环保这个议题呢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去种一棵树 才叫你是一个环保肩兵 你是一个环保卫士 我觉得你从你自己家里生活做起 你就是成为环保做环保运动的一份子 小宗真的是说得很好 在保养皮肤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地球 小宗这么有口才 不过他其实也不只是说说而已啊 随手关店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 很好的举动 再来我自己也非常提倡的就是使用环保块 环保块是因为 现在我们在市面上啊 餐厅或者是路边摊吃的那种一次性的那种竹块 或者是木块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不环保的 它是可能你用了一双筷子 它要砍了一棵树啊 所以你自己准备自己可以重复使用的环保块 我觉得是对整个环境 对所有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 近期经常到内地工作 好像出席品牌活动 舞台剧演出的小宗 平平工作当然是进账不少 有产美更孝指 小宗在内地淘金 不过小宗对淘金这两个字就有点保留了 其实我不觉得来内地是淘金 不一定是只有商业活动才会来到内地 比如说我之前还会有来内地拍戏 或者是接下来马上就有我的舞台剧 也会来内地巡演 我觉得 其实我也很久很久 没有好好的机会可以跟内地的fans 去做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跟粉丝们近距离的接触